你不是干了什么坏事 让你师祖生气了吧 不是我 是因为杨炎而在 什么 杨海英啊 杨炎的儿子 杨海英 什么人呢 杨炎的儿子杨海英啊 从曙光队来偷跨祖师爷了 不可能 杨炎的儿子 这 这什么可能 爸 怎么了 什么不可能啊 不是 我是说 杨炎的儿子 怎么突然出现了 他是说要学会死亡华尔兹 来替父亲报仇 然后呢 祖师爷说我是赵振宇的学生 会刺激他 就只好让我走了 没想到这祖师爷头发都花白了 还这么偏心 不许这么说你失足 爸 祖师爷大小眼怎么连你也偏心啊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糊涂儿子 祖师爷要是偏心的话 那就肯定让你掏心掏肺 叫那个什么杨海英死亡华尔兹 而不是让你离开学院 老人家这么做肯定是为了你好 绝对不是害你 原来是这样啊 看来我是误会咋了 不过祖师爷为什么不帮他呢 我又不是祖师爷肚子里的蛔虫 我估计老人家是觉得 冤冤相报不是个了局啊 不想让杨海英替杨炎报仇 有道理 不过爸跟你说啊 这个杨海英啊 胆子可真大 一来到俱乐部居然自爆家门 整个俱乐部都炸开了锅了都 你知道吗我要是他呀 我绝对不会那样 自爆个屁呀家门 现在在俱乐部里边 大家还是很不能接受杨炎的儿子 当然了 我姐哪儿一过去 就看他被别人做趴下吧 你说就是因为他是杨炎的儿子 他得背多大包袱呀 他就像是一个行走的火把 只要人见到他 就要往他身上扔石子儿 你说这事都过去二十年了 怎么大家还不放工啊 真是搞不懂 睡了 睡了 不是 你是干嘛呀大半夜的把我喊来 还非得带酒 我可能是错了 我不该叫小枫死亡化儿子 你这话啥意思啊 怎么没头没脑的 是呀 子枫跟我说 有一个叫杨海英的家伙 冒充是我的儿子 从曙光队来找祖师爷和少强 什么 不是 你啥 你啥时候 还弄出个撕伤子来呀 能知道我的过去 能知道我的过去 又能拿出足以让师父信服的信物 也就只有那个人了 李哲兄 这个混蛋玩意儿 他害你害的还不够啊 都归我自己得以忘性 非要叫他死亡化儿子 我真是小看了师父和少强 对杨海英的执着 他们为了死亡化儿子 紧紧抓住小枫不放 二十年前的往事 恐怕要再起波澜 你干脆就跟他们坦白 坦白你的身份 不就得了吗 揭穿那个冒牌货 我也想找师父师妹 坦诚一切 但是小枫跟我说 那个杨海英现在满脑子 都是复仇的念头 我是怕 你怕什么呀 我也真没想到 多二十年了 为什么人们对杨颜的怨气 还没有消失 你都当缩头乌龟 当了二十年了 现在人家不但蹬鼻子上脸 都揣你脑门了 你还想继续缩呀 是 如果紫枫知道 他是卖国贼洋炎的儿子 你说他会多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我隐藏得挺好的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好在你已经从冷子风那里 得到了死亡华尔兹的诀窍 后续嘛 回国加紧训练就行了 最近你辛苦了 但是我还不打算回国 马上就要试运赛了 他们也很有可能是我以后的对手 我想再留下来观摩观摩 你可别闹事 来都来了 不闹事 岂不可惜了 不闹事